現在謝龍健已經表達了 他就說他要參選 而且他就說做解憶 我覺得謝龍健如果 因為黨的基本上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遊戲規則 就是要公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讓每個人都有他參選的意願 所以不要說謝龍健 像謝龍健如果他今天已經表達他要參選 那麼這個時候只要有人願意參選 其實黨中央在評估以後 應該就讓他進入初選機制 讓任何有興趣參選 比如像高斯伯先生 或者像這個陳以信 我覺得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國民黨的黨員 那麼初選那就很好 因為透過初選也可以是國民黨 藉由這個初選去宣揚媒體注意的機會 而且透過初選也可以 他們把這個台南市的這個改 台南市的這個建設的方案也可以提出來 甚至在初選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對於民進黨的施政的不良 大家也可以提出一些批判 所以我覺得初選 你把它當成是選戰的一環來講 其實反而是好事情 那不要以為說初選就會造成了黨內的分裂 我常常講說自我的反省最重要 自我的批評也很重要 團結不是一個表象 所以說我是認為說 台南市如果說真的有很多的候選 那就來辦初選 因為初選是最好能夠度悠悠眾口的方法 如果大家又是協調 大家又在懷疑 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利益之所在 或者中央有什麼壓力 這個時候他們被迫接受協調 所以越是具有爭議性的地方 既然有這麼多人參選 那就要辦初選 甚至我認為台北市長也可以考慮初選 對不對 你說像羅智翔他有興趣參選 這個台北市長 那蔣安安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黨員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有一個黨內的初選 讓蔣安安安他能夠 如果真的要出選 是因為他贏過初選 那這樣子的話 總是比黨中央的安排和徵召 是不是更好的意願 所以換言之黨中央也可以思考一下 現在具有任何候選人 比如說他們已經表達了 比如你可以規定一個時間 我們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這個地方六都 誰要來希望能夠參選的 那基本上我們基本上 來給他一個機會 當然我們會有優先 比如說像新北市 或台中市 我們中國國民黨執政的 我們給他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我們黨的立場 是希望大家能夠尊重他們的施政的一些成果 而且民調也很高 但是如果說真的還是有人想參選 那黨中央一定要坐下來 好好請他們兩個協調 如果協調真的不行的時候 也不要忘了 參選是所有黨員最重要的一個權利 最重要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黨內的初選 是任何一個政黨 它必須要走的一個道路 如果黨內的初選 當然如果在協調的過程中 大家認為說 的確大家都有道理 那這時候能夠協調一個出來 如果協調不成的話 就是黨內初選 所以我也希望說 任何要參選 包括羅志祥先生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參選 台北市長 就公開的表態 公開表態以後 又要求黨內初選 那這時候看黨內怎麼樣的回復 那我相信 以這個蔣萬安先生 他的格局 他也不會拒絕的 那只有這種初選完了以後 那彼此之間原來的支持者 才不會去怨對另外一方 也不會應援黨中央 這樣是不是最好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最壞的就是黨中央 他認為說 他要所有掌握所有的提名權 然後東西都要掌握在他的手上 那這個就是不好的 對 對 對 好